前一陣子 教育部是暗算 要在國小的新北平頂教育 裡面加入這個食材 導演新北的概念 不過可以引起很大的發展 今天有這個動性卵的家長 是新立一個阿酒 頭一個當季北部協會 希望可以跟社會大眾公開來對話 發解機時 讓更多人可以接受動性卵 他們說暗算要開這個出櫃的輔導班 協助動性卵 成功向北部來彈北 郭媽媽的女兒 現在已經在研究了 女兒在國中的時候 發現自己家裡的女兒 在國中的時候 向媽媽來彈北 郭媽媽說 雖然有人發現 孩子當季之後是很痛苦 年輕微差是變成黑白 可是她選擇這麼小孩也不一樣 又站在幫助這麼多當季小孩 現在生在阿酒第一位 當季北部協會 因為她說 新北到處不可以再討論了 大家在問說 為什麼你們要這麼高調的站出來 因為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那這麼多人對於性貓教育 有很多的誤解 那真的 當然對同志也不夠了解 郭媽媽說 經過當季團體自己的工業 全台灣差不多有10分之的領口是當季 加上她的爸爸媽媽 至少有500萬的當季相關的領口 她只是希望可以跟一般人 相受一樣的管理 未來他們希望用耐心 更愛心的教育社會對位 要大家不可以跟別人 也不可以用不一樣的說來看他們的孩子 如果矯正治療 肌體股是無效的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無效 而那個剩下的小小有效 你知道他們的效果是在哪裡嗎 這些人從此變成對情欲完全沒興趣 有無所謂出面 新聞共調 並不是基督教、天主教都反對東信聯 已經有這麼多 完全接受當季的告牌和宗教團體 因此次當季的北部出面 來為當季的寬意發生 未來當季北部團體 更怕什麼來辦理出貨的福德班 來幫助越來越多的當季 成功來向北部標明 尊出北部的支持 基督教探索官社基本台北部的